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一本书 思维道徒学作文 这本书介绍我们如何使用思维道徒作文 有不同的很好的示范 这本书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写人的文章 第二部分是关于写物的文章 题材很丰富 有我的兄弟姊妹 我最好的朋友 一个尊敬的人 美食书 旗 厨房用具等等题目 并且每一部分都会设定一个练习 给我们可以尝试 还有不同的示范文章 和文章分析 可以好好的提升你的作文能力 如果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商务书局买呀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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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